已經把這個APP做出來了 可是第二個的話,我希望能夠跳躍 不過現在你用即時,特別注意 剛剛我們做的就是利用傳統 然後JQ Mobile按鈕 記得不要重疊,不然你出來的話會顯示不出來 然後存檔的名稱叫index.htm 這個如果沒錯的話檢查一下 再來我怎麼樣看到結果 請你按一下即時 按即時就可以 或者是說在瀏覽器中預覽都可以 兩種都可以 比如按即時的話 你會發現馬上看到結果了 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要在瀏覽器看可不可以?可以啊 比如說在Chrome裡面看 不過在Chrome裡面看的話會有個問題 就是太大了 所以通常會把它縮小 變成好像一個手機的這樣子來瀏覽 可不可以?可以啊 不過我發現好像在即時好像會快一點點 因為你光要載入這個畫面 就要等一下下 可是即時它可以馬上看到 但是好像有一些頁面 還是非得要在瀏覽器中才能看到 或者說你可能這樣要裝在手機裡面才能看到效果 好那 一般我們練習大概即時就可以了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可以連結到其他頁面該怎麼做?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是選取它 底下有個連結 連結的話記得加個緊字號 這個有點像書籤嘛 之前不是有在106的範例裡面跳到底下不是個緊 哪裏 其實這個也原理一樣 叫緊Page 跟它講說哪一個Page Page多少?Page2 這樣OK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這邊的話 把它在 Page3 這個Page3 那依此類推嘛 你做完之後把它即時一下 存檔有沒有 2 不過這個點不回來 沒關係把2再加一下 這邊的話Page 1 Page1就回來了 然後這個是Page3 Page3 依此類推啦 反正這都一樣 所以你就直接 我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再給它貼一下 底下部分 就分別有Page1 Page2 Page3 好全部做完了 做完之後把它Safe一下 Ctrl加S 把它儲存一下 儲存之後再即時一下 看一下 有了 對不對 這時候的話 第二頁 跳了 第三頁 會跳了 再會跳回第一頁 有沒有 這樣就跳來跳去 但是呢 會有個問題 這個時候你用滑鼠點是OK的 可是如果請你用手點的話 你會發現 你的手太大隻了 對不對 比滑鼠還大 所以 怎麼辦呢 一般 會把什麼 把這個 改成什麼 要不就改成一整條 有沒有 要不就改成一個很大的按鈕 那你要怎麼樣把那個做成 大大的按鈕或連結 其實也非常簡單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把Enter好了 換下一 不過這個 這個拿掉好了 這個不要 這個 看把項目符號 Enter之後 自動產生一個 把它拿掉 然後呢 在下面做什麼呢 插入一個 根本有沒有發現 這顆Mobile裡面 有按鈕對不對 就怎麼樣呢 把它點下去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做出兩個大大按鈕 可不可以 很簡單嘛 點擊它 這個時候它會出現說你要幾個按鈕 那我想我們一個一個來做好了 那有很多類型 比如說你可以是按鈕 或者是連結 或者是輸入等等 那我們這邊選擇按鈕好了 我要產生一個按鈕 再來 它很厲害一點 就是說 它的圖式 圖式你要不要圖 它有這麼多圖 預設的圖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是什麼 向下的箭頭 有沒有向下 有沒有方向 或者是上一頁下頁都有 我們用方向好了 假設方向向下 然後呢這個圖的位置 預設是在左邊 那如果你要在右邊也可以啦 在左邊也可以 用預設的好了 好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就會產生一個按鈕 那你可以把它 即時看一下 你會發現這邊就有一個按鈕出來了 這個好像是我們要的 對不對 但是呢 現在按下去有沒有作用 沒有任何作用 為什麼 再切回來 請注意一下 下方的連結 請你 改成什麼 鏡 Page 比如說 連到Page2 一樣嘛 這個時候的話呢 即時一下 有沒有連結到Page2 連結過來了 對不對 上一頁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可是它不叫按鈕啊 它應該叫什麼 它應該叫第2頁才對嘛 那怎麼辦 再改嘛 改的方法的話呢 請你 把這邊不是有一個 它等於 它 因為它這個改好像不太好改 它好像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改 所以喔 變成你要怎樣 從 所以我說 為什麼要切成分割的 因為它就等於它嘛 那裡面不是有一個什麼 按鈕兩個字 那你怎麼樣呢 把按鈕兩個字改成什麼 改成第 第2頁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這樣子 把它改成第2頁 這樣子 切過來 第2頁出來 那可是我還要第3頁啊 對不對 那怎麼辦 你可以觀察一下 它的連結在這裡 它的按鈕在這裡 所以 其實聰明的做法 要不你就再插入一個 要不呢 你就是可以試試看 連結 加這個 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對 那你如果不重新再插入一個按鈕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子 貼上 然後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連到第3個 然後這邊改成什麼 第3頁 好有沒有 不過可能有點難度啦 但是沒關係 我都把畫面錄下來了 你可以slow motion 慢慢看沒關係 如果你現在下一次你忘記了你以後去公司上班 老闆要叫你做 你就把我影片 抓下來 藏起來 反正老闆不知道你就打開看一下老師教的動作 再做一次你就會了 反正這東西 不是靠你記憶力的 反正你不記得也沒有關係 你就把 用一些方法可以讓你記得 你藏在手機裡面 放在任何地方找得到就可以了 所以 其實我為什麼要錄一下影片 其實影片 我自己回頭也可以看 因為我記憶也沒那麼好 我打開看我就知道了 OK 好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要點過來看一下 有沒有第3頁了 可是問題位置好像不對啊 不過千萬不要看 還沒預覽之前 你按即時看一下 它會變成上下 但是你在設計的時候是左右 更正一下 你在那個設計的時候 挖即時 它是左右 可是顯示出來會是上下 好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就是說 我們 會需要做超連結 那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第一個 請你把什麼 這邊做成 Page 2 這邊 選取它 記得要選取 下面 請 Page 3 那問題是因為你的手 用滑鼠點是OK的 可是將來你的手不可能說 去點這個這麼小啦 這個有點不人道 而且說真的太不方便了 大部分的話都會把它改成大大的按鈕 所以大大的按鈕怎麼做出來的 其實很簡單 就是 記得 上方的這個 有沒有 在哪個位置 這邊 這邊加進哪一個 拖拉過來 對不對 加進來之後的話 做哪些變動 我再做下面這個好了 這邊可以按一個Enter 然後把那個項目發拿掉 不然它會跑一個像話 然後 再來就是 這個 按一下就可以了 它就會幫你把按鈕放在你指定的位置 一個 然後圖的話 比如說這個 第一頁我又要向上的話 我就方向向上 應該可以 一個向上一個向下 然後 這個的話 改成按鈕 好按確定 然後再來改哪裡呢 改這邊的這個按鈕 改成第一頁 所以把這個第一頁 這三個字 複製一下 貼上去 然後連結的話 好這個時候的話呢 再來做連結 連結的話記得 在這邊底下一樣會有個 頸 配取 1 好啊這樣的話有沒有 在點擊這邊你會發現 它就會出現了一個超連結 Enter一下 頸 配取 記得Enter一下 不然它不會加上去 Enter一下 好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會 它沒有更新 我試一下 即時 第2頁 第1頁就有了 沒更新到 這邊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可能要選一下它 然後在底下再加 加上去之後的話 就可以連 可以跳上跳下去 做那個連結的動作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好了 好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加上那個插入一個 JQ Mobile 按鈕 一個第2頁 一個第3頁 然後再去選 另外 底下一樣 第1頁跟第3頁 然後第1頁跟第2頁 OK這裡試試看 加上按鈕部分 喔